蒙古内战 蒙古在四方争逃的过程中 蒙哥打汉驾崩 于是乎各个方向上的援 征军都开始了互相厮杀 战场横冠 欧亚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 最后的结果是统一的 蒙古不复存在 中国的援 欧洲的金帐汉国 波斯的波斯汉国等等 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蒙古 死伤人口 以千末计 19世纪太平天国战争 死亡7千多末人 太平天国运动是清朝鲜 丰元年到同志三年 1851年 1864年之间 由洪秀权 杨秀卿 萧朝贵 冯允山 为常辉 十大开组成的领导集团 从广西金田村率先发起的反对 清朝封建统治和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农民起义战争 是十九世纪中叶 中国的异常大规模反清运动 1864年 太平天国首都天津陷落 标志住运动的失败 太平天国是世界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 其次才是世界第一 二次大战 历时14年席卷大半个清朝 致使人口从四四亿减少到二 四亿损失之大 难以想象 十七世纪上半叶明朝农民战争 死亡四千末人 在明中期延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 农民起义连连不断 不仅起义的次数多 涉及的地区广化 几乎遍及全国各个省区 而且往往是一个高潮 平息不久 又有新的高潮到来 高潮之间间隔也很短 其中以正统成化 正德时期最为集中 从天启七年 1627年山西王二起义开始 经过石之战 洛阳之战 襄阳之战 成都之战 河山海关之战 至兴顺至15年 1658年 拜起义军于明军战 斗腰七年 于清军战斗腰四年 王二高英祥 李自成 张献忠等部农民 均从小到大 从分散到集中 从游击流动 作战到运动流动作战 最终推翻明朝 后期出于民族大义 农民军采取连龄抗清的决策 但是由于受到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和战略失误 再加上清军入关后疯狂的镇压 农民习义最终失败了 20世纪上半叶 第二次世界大战 死亡5000末人先后 有61个国家河的区 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 作战区域面积2200末平方千米 据不完全统计 战争中军民共伤亡 9000也末人 其中死亡人口达到了5000末 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 波及范围最广 造成经济损失最严重的战争